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傻子都不够用 熊文灿这个人从前他是没上过当 因此他就非常相信自己能够招呼农民军 通过这样的这种不打仗的方式来立大功 朝内的杨自昌也跟着起哄 结果这两个人又给了这些农民军足够的时间 足够的休整 农民军这边稍微消停 清军那边又来了 好不容易明朝有个能打仗的统帅卢相生 结果杨自昌这个人既贤度能 在朝中的拖后腿 最终卢相生是壮烈牺牲 清军得胜之后 大军深入内地 只如入无人之境 烧杀抢掠 最终仰仰而去 杨自昌为了能使从真帝欢心 他又开始加派练习 此举就加速了明朝晓通经济的温厚 从真帝是万万想不到 敌人在哪 敌人就在指挥部 我们上一集说到 明朝的陕西总督胡承筹 陕西巡抚顺川亭 包括什么曹汴交 赫人龙 左光斗 黄德公 这些将领 这些文臣又有筛略 又有勇气 在甘肃四川等地 把当时的李自成 打的是连连败退 几乎就把这一支的农民军主力 全部歼灭掉 那么从从真十一年秋 到从真十三年秋 这两年多时间内 李自成身边 最后打的只剩一百多号人了 他们就在河南深山老林 也就成流匪土匪了 瞎转 官府当时就认为 这大贼手李自成 非死即伤 基本上就不再怎么注意他的动向 同时张献忠闯他天 闯他天就刘国能了 不过过天星 他们那几部农民军的首领 军事越来越大 在明朝官军大力围剿之下 也慢慢的打不动 黄巨之余 这些人呢就提出要投降 他们这种假投降 如果遇上什么红成头 孙川廷什么的 肯定不吃这套 我们想一想 农民军先前的假降 诈降不是一两次了 奸此穷寇 绝对是千载一时 可巧 一直吃惯了安抚甜头的熊文灿 眼见周围的精英军民屡战屡节 自己呢寸功未利 心里特着急 他人一到安庆 马上就派人 去当时正在湖北麻城一带活动的张献忠 刘国能这些人那里去招降 刘国能呢还曾首先就投降了 他是从前明朝的降生出身 是个读书人 他就被他的劳母所劝 就说你还是报效朝廷 他是真详 张献忠的打贼头呢 肯定是不死心的 四处流窜 四处流窜之际呢 他几乎就被那左梁玉打死 穷促之下 也指了表示投降 同时呢 他还派人给熊文灿 送去了大笔的七真一宝 表示孝敬 朝中杨四昌听说这个事呢 他就怕张献忠是诈详 主张呢趁机绞杀 关键时刻 从真皇帝又自作主张 他就下诏 就主张啊 辅务 主张招降 得到了朝廷的斥令 大贼头张献忠呢 他就在古城 这个城外 修造房间 数十百间 然后在当地呢 买地重卖 和正常的冠军一样 和这个民间交易往来 看似结甲归田 实际上呢 他就是刺激带动 从真十一年到 穷真十二年五月间 与张献忠刘国能 他们这种示范效应吧 这个附近的农民军头目 什么罗乳财啊 整十万啊 史返王啊 拖天王等等 都向这个 熊文燦表示投降 得到朝廷同意之后呢 这些人呢 并没有马上被遣散 而是呢 让他们分别在当地驻扎 就得还是分营驻扎 跟从前的编制一样 等待朝廷的处理 也就是说 恰恰在这个受苦期间 把各部农民军 得到他们最宝贵的喘息 和休长的机会 特别是张献忠这个人呢 最狡猾 他呢又狮子大开口 向民政府不断的要凉强 而且他本部人马呢 又一直是高度戒备 他本人都是刀不离身的 当时呢 在熊文燦 杨四肠这些人斡旋之下 张献忠是得地得官得官房 罗尔才当时在防线 罗尔才当时他的绰号 曹操也特有名 他都没有向政府所想 但他的部队呢 一直保持战时的编制 只是暂时呢 就没有主动攻打官军 没有到处出去的 这个抢掠老百姓 先前呢 一直杀气腾腾 号称要搞这个失眠撒网 把这个农民军杀绝这个杨四肠 一看主子 一看这个从真帝 他的这个主府 于是呢 他也附和这个熊文燦 就主张对农民军的进行招降 明朝当时的这些政府官员当中 有没有就头脑清醒呢 当然有了 比如说那个地方官 这个云阳辅制 一个叫戴东民的 他当时就密揍 他就希望朝廷下令 把这些贼军呢 军线线给搅了 先把他们兵器给收了 然后呢 趁机绞杀 以绝后患 对这种建议呢 明朝的朝廷那些官员 包括崇真帝呢 也想 但这个时候呢 忽然又起了边境了 黄太极的满洲兵马 是嗷嗷嗷致 明朝的一时间呢 就顾不过来 认真对付这些刚刚投降的农民军 崇真十一年秋八月 就公元1638年 非常善于用兵的黄太极呢 自己要统领了大军 在这个大灵河一带呢 还做出这种大举进攻的态势 由此呢 就把不少明朝军队牵扯到在他的附近 而当时清军真正入侵的主力呢 是豪格跃托 包括多尔滚 这些人呢 分别率领军马 分成戍队 然后远攻明朝的内地 清军跃托 这一支军马呢 直奔秘云 还破边墙而入 按理解啊 秘云当地那个强子领长城啊 他那爱口十分险峻 但当时把守这个地方的明朝总兵吴国骏 正干嘛呢 正给这个北京派来军中视察这个邓武过生日 因此当时的明朝的所有的军将 还正排队叩头呢 给大公公祝寿呢 正在那儿引那寿酒呢 清冰忽然来袭 明朝守军猝不及防啊 任由这些大辫子兵 一鼓作气 杀到长城之内 多尔滚锁步人马呢 进展也非常顺利 他们在青山光口破墙而入 两部清军就在通州汇兵了 他们没有攻北京 而是到了卓州之后呢 又分成树部 自北而南 在华北平原上是纵情的驰骋 还到处是烧杀抢掠 满清这次数路大军而来呢 算起来应该是他们第四次 这个进入关口 抢掠 而明朝这次防御作战的重任呢 就落在了当时宣大总督 卢向申的身上 卢向申呢 是江苏一行人 天启二年进士 这个人虽然是文臣出身 长得白皙 身材齐长 绝对是位俊雅的美男子 虽然说他是文士出身 卢向申这个人善于骑射 贤将略能治军 绝对是文武全才 那么从崇祯六年开始呢 卢向申呢 就是一直以暗插使的身份 在山西一带讨贼 屡历战功 农民军对这个人呢 绝对是望风丧谈 清军入关的时候呢 卢向申在家中正丁富有 门难奉照 穿着校服呢 就开始读师 卢向申当时听说朝那个杨四昌 还有太监高崎显那些人呢 暗中的主持和这个满清合议 他当时痛心疾首 进入北京之后呢 面见崇祯皇帝 慷慨主战 心中无敌的这个青年皇帝 崇祯帝呢 听卢向申这么一说 为之色动心壮 马上发内躺万斤 靠军 支持卢向申和满清的这个军队 正面交战 丁富尚说呢 杨四昌他主和啊 他就和那个太监高崎显呢 暗中阻挠 所以说卢向申好多军事计划 在当时根本得不到实现 卢向申当时的名义 虽然说是总督天下援兵 但真正他手中能指挥的 不过就是一万多兵马 不久之后呢 那陈欣甲赶到昌平 卢向申又只能把自己手下兵马 分出一半来给他 他自己手下的军力就更单薄了 陈欣甲这个人呢 当时是宣抚寻抚 这个时候呢 也被从真帝夺情世事 我们想一想 当时这个明朝朝廷挺奇怪的 杨四昌 卢向申 陈欣甲 这三位重臣 都是穿着校服在身的 所以说看上去是非常不吉利 卢向申呢 面对汹汹而来的清军 他就主张集合数路援军啊 然后集合在一起 共同抗击清军的入侵 宗真皇帝呢 对这个急策呢 没有采纳 因此在当时 无缘无想 这样的情况下 卢向申手下 只有几千名匹族 无奈之余 他就在这个巨路附近啊 开始集合他手下这些兵马 而当时济南三郡父老 听说这种情况呢 就苦请他 暂时啊 不要再战 你可以召集周围的民兵 修整之后再战 卢向申呢 文言敢气 他怎么说呢 自从我和刘贼相战 数十百战 未尝败继 今手下呢 仅皮足五千 大敌西冲 原石东阁 事由中治 加上我现在呢 势尽力穷 死在旦夕 死则死耳 为国为民 我不愿意再连累百姓啊 招兵 这些乡村父老 听卢向申如此说呢 有出声雷动 愤愤呢 把家中仅有的口粮 都捐出来了 给这个卢向申当军粮 当年燕历 十二月十一日这一天 卢向申呢 率领手下的这些军马呢 进到甲庄 此时呢 太监高齐浅 用官邻铁骑重兵 多数万人 就在五十里以外 那个积泽那个地方驻扎着 卢向申这个人 就派人向他求援 高公公的窃战不应 于是卢向申 率领手下人马 就赶到这个松水桥 忽然遭遇到大队清兵 双方开始交战 从半夜一直战到转天天明 当时清军铁骑有数万人 里三层败三层 把卢向申的几千明军 团团包围 卢向申呢 指挥手下兵马 拼死立战 苦战三个多时辰 最后呢 是炮尽使穷 明军的五千多是士兵啊 最后全部战死 最后呢 只剩卢向申一个人 身中树创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依旧手提三尺宝剑 又杀掉了数十清兵 最终呢 刀剑毛枪之下 清军人太多啊 卢向申是壮烈殉国 卢向申壮烈殉国了 牺牲在战场了 高崎前高公啊 他逃回北京城内呢 竟然掩盖他英勇战死的 这样的事迹 杨四昌呢 也是个小人 他当时也知道 卢向申壮烈牺牲了 但是他怎么上报呢 就上报说下落不明 以此呢 来构陷卢向申是临阵逃脱 最终还是卢向申 牺牲在当地的 那些汉族的父老乡亲 找到了大英雄的尸身 卢向申的尸体都找到了 杨四昌呢 又扣了八十多天 不验尸不上报 所以从这点看 就杨四昌这个人 绝对是尖刻大音的 这样的一个人 卢向申殉国的时候 年仅三十九岁 而后呢 他的家族 死于这个国难者一百多人 绝对是一门中烈 清军在河北大地 大杀大脸之后呢 又呼啸奔驰 一直杀到山东 又在当地四处烧杀抢猎 而且呢 还把当时的奸城 济南给攻陷了 把这个明朝的宗室 德王朱尤叔 也给生擒活捉了 这还不算 清军攻破济南之后呢 展开大屠杀 杀了十六万多人 整个城市被抢了精光之后呢 然后清军才走 这个时候呢 各地前来北京附近的明朝那些秦王军队呢 已来了十多万人了 当时他们是由大学士刘雨亮 包括那陈欣甲 他们两个人统领 明军这个时候人数随多 但是胆子太小了 一路上呢 根本就不敢跟那清军交战 只是跟随着清军 还尾随他们 转年二月间 多尔滚这些人 这些这个满清的将领 携带无数抢猎的这个金银财宝 包括数十万 抢来的汉人老百姓 包括牲畜了 从天津 杜河 往这东北就回去了 明朝将领的率领这么多人马 都是一直远远观望 没有一部明军 就敢于趁这个清军半渡之际就出击 眼睁睁看着这些人满在耳归 清军这一次 这个进入这个河北啊 山东啊 大沙大墙吧 攻克七十多次的城池 杀明朝的官将的这个大臣的一百多人 生秦德王等宗室三人 至于明朝的老百姓被杀二十多万 就在这次大杀大吕之际呢 清军还曾经围攻高阳 当时呢 在高阳已经退休在家的 前阁臣兼兵部尚书孙春宗 这个时候已是年遇古兮的老人了 依旧是愤然而起 率领全城人民 抵抗清军的入侵 血战两天之后 这个老夫子被清军抓住了 被俘之后 孙春宗呢 往北京方向叩头 趁守兵不备 投还自尽 他死之后呢 他家里的子侄啊 他的孙子辈 包括这个二十多吧 这些家族男性 都和清兵格斗而死 从真十五年深秋 松锦大战之后呢 清军等于是又攻略了山东一次 这次杀掠之后呢 在从真十五年深秋时分 松锦大战之后呢 清军呢 又开展了对山东的一次大杀大掠 鲁王朱一海呢 被俘自杀 清军这次入关呢 杀掠八个多月 升幅那汉族老百姓近四十万人 而后呢 侦掠所有的这个财物 包括人口 然后又是得意洋洋而去 这第五次入关杀掠 也是满清入关前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入侵 从真帝自从用这个杨四昌 我们想一想 丧失丢地 所以说北京城内那些杨关玉使呢 也是经常上张弹劾的 从真皇帝这人就是刚笔自用 认为就是他本人啊这个提升杨四昌的用他的 所以说听不得意义 他把那些上书的阳关说这个杨四昌不好 那些人都给贬诸出京了 与此同时呢 从真皇帝对这位这个臣子宠卷不衰 乃清大军走后呢 将杨四昌负责平议什么呢 文武铸臣失事罪 追究这个清宾入关以来 各地守官呢 这些人的责任 杨四昌特卖力 详细列出五等罪 守边失机 残破诚意 失陷翻封 失亡主帅 纵敌出塞 然后呢 暗罪抓人 大兴行御 一共杀掉明朝 包括巡抚总兵 总监在那种高官 36名 而杨四昌这位最重要的 在这个朝廷当中的指挥者呢 他没有任何责任 一时之间朝野大滑 都觉得这个朝廷的处分不公平 清军 保掠之后走了 明朝朝廷呢 稍微松了一口气 杨四昌呢 也不闲着 他又出主意 他想从各阵编兵当中啊 抽练精兵 经过他自己的精密计算 把这个精兵数目呢 能够达到七十多万 丛真皇帝 对这个数字非常满意 觉得如果手中有七十万虎狼之兵 无论是凭贼 还是凭鲁 觉得有十足的把握了 但是这个说话容易 形势极难 练兵七十万 那军想哪里出 先前在从真十年 已经加派绞想了 这个绞想这个税啊 本来是一年之间的 这种暂时的征税 现在呢 就一直没停 如今又多出一批庞大的开支 怎么办呢 杨四昌还挺有办法 他就摊派练想 很快朝廷又搜刮到 七百多万两白银 我们要知道 这七百多万白银 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 绝大多数呢 实际上都打了水漂了 各地的明朝那些将领 官员玩命虚报 兵员数字 无非都是借这个 炼想为名 搜刮民财 最终呢 也没剩多少盐子 真正用于炼兵 更坏的后果在于什么呢 明朝政府 这种横争暴敛 使得当时各地的基民 老百姓雪上加霜 愤愤地抛荒田地 逃走了 所以说 从真十三年 那看似空前自然灾害 实际上就是当时 朝廷家派练响 最终造成的人祸 由此一来呢 朝廷对精兵没练成 更多的老百姓 这些农民逃亡了 不少人呢 还加入了农民军 因此最终的结果来讲 对于明政府来说 绝对是得不偿失 如今呢 清兵退走了 这个压力减弱了 所以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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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指挥 那么这个杨四昌他会去前线都占脚贼吗 我们下一集接着说 从真皇帝信天主教吗 大多数王朝对于宗教信仰都比较专一 但是在明朝呢 这种情况呢 确实还是有变化的 明太祖周安章 他当过和尚 因此呢 他对佛教还是比较看重 他的儿子 还名称祖朱棣 他呢就一致自称 得到过真武大帝显灵 最终能登上皇位 因此呢 他就崇尚道教 自这个租帝开始 明朝皇帝呢 基本都对道教啊 有着比较这个亲近的情感 我们在明朝正史的当中呢 也说过 这个嘉靖皇帝呢 因为迟迷道教 甚至呢荒废了朝政 从真皇帝呢 作为明朝最后一个皇帝 他一开始呢 对道教也是非常信奉 甚至在民间还有大汉 大灾之际 他还身穿道袍 向道家那些神灵 来祈求护佑 随着时间的推移 当时明王朝的形势呢 越来越差 内忧未患 从真皇帝当时就觉得 无论他怎样的信奉道教 似乎都起不了什么作用 天主教呢 在明朝中期 就是因为龙庆开关 就已经进入中国了 已经在华夏大地啊 扎稳脚跟了 特别是在从真皇帝 他当政时期 从真皇帝继位一开始 他就对这个天主教 这种阳教并不排斥 而且还听任 这些天主教的教士啊 在国内传教 但从真皇帝前期啊 是道教的信奉者 后来呢 他就觉得 天主教可能有用 从真皇帝的这种改变 和他手下的大臣徐光启 还有那传教士汤若旺 有着密切的关系 徐光启呢 他就多次在从真皇帝 身边就表示 就说是佛教和道教啊 他们的思想都非常落后了 而且呢 徐光启还特意 把这个传教士汤若旺 引入宫中 介绍给这个从真皇帝 从真皇帝呢 从那开始呢 就觉得天主教也不错 为此呢 他还一度啊 把宫内这个玉皇殿内 供奉的 那些道教的那些神像 给撤掉了 从真皇帝 在他当政期间呢 还修改立法 他这次修改立法 那并没有让明朝的 钦天监去做 而是让呢 信任天主教的官员 李之早那些人负责 当然了 从真皇帝倾向于天主教 但他至死 肯定是没有成为 天主教的信徒 但我们看史书 可以发现 就他的种种表现吧 已经证明了 从真帝呢 对这个天主教的兴趣呢 是越来越浓厚的 如果他能多活几年 估计有可能这个 听任天主教 在宫内就开始供奉了 没一说中国史 我们下一集见 历史的经验证明 但凡能力不行的人啊 特别容易好心办坏事 杨四昌呢 坐了本不属于他的位置 得到呢 本来不属于他的这种眷顾 这个人是不是忠心呢 肯定忠心 这个人是不是愚蠢呢 绝对的愚蠢 当时的大明帝国 内外交困 无人可用 从真帝呢 派了杨四昌 作为统帅 亲自出征 但杨四昌出征之后 都干了什么呢 这人就是个理论家 不仅不会打仗 他也不会管理 最后呢 把所有能打仗的将领 基本都惹急了 将领们呢 由此也不用心了 各种放水 结果张献忠就如鱼得水了 很快张献忠攻破襄阳城 把襄阳王贵阳王都给杀了 李自成呢 闹得动静更大 他在洛阳搞了个千人海底捞 把万利地最宠爱的 儿子福王朱昌旋 就快给煮了 给吃了 其实呢 这也是饥荒年间 老百姓能够想出来的泄愤之举 我们上一集说到 眼看国内的形势啊 越来越紧急 从真帝呢 就准备派他的心腹阁臣 杨四昌 亲自挂帅出征 我们想一想 杨四昌在北京朝内当了诸葛亮 当了好几年了 造成诸多的失误 皇帝呢 对自己没加追究 如今呢 只派自己出去 到前线干事 他还真不好 也不能借此推托 于是呢 杨四昌急躯宫内 丑表宫啊 当时做中勇状 奏称什么呢 军言不肃于家 臣招授命 西启行 皇帝陛下您惊口欲言 既然让我出征 您早晨发布命令 当晚我就马上去干 从真皇帝呢 也是文言大悦 清能如此 振负何忧 于是呢 军臣两个人 上演一场 这个让人感动的好戏吧 转天 从真皇帝下诏 赏赐杨四昌 而是金银伯断 一大礼 赐宴送行 亲手针酒三杯 御赐增师 严眉金斩 做干城 上将威严 戏柳营 一扫扣分 从此敬 欢妻教养 遂您生 什么意思呢 严眉啊 我们知道 是我们人生当中 不可或缺之物 比你什么呢 比你宰相 因为当时 内阁大学士嘛 就类似于宰相 意思是什么呢 这位老杨 以相约之尊 出为大将 可以立下像汉朝 周亚夫 那样的不适功勋 所以周亚夫的营 不叫细柳营吗 而且呢 崇真皇帝还希望 杨四昌一举成功 回朝之后呢 依旧辅佐自己 教养民生 我们要知道 为臣子送行 又是真酒 又是赐尸 崇真帝这一朝呢 绝对是 勘天辟地头一回 当时杨四昌呢 也是感动 非常感动 边败边弃 誓要成功 临别之际 皇帝呢 又赐他一专车 什么呢 玉膳 于是乎 杨四昌 这位老杨 威风凛凛 杀气腾腾 率领军马 高举这个 严眉上将的旗标 浩浩荡荡 从北京出发了 一直呢 就走到襄阳城 当年的阴历 八月二十九日 杨四昌呢 就在襄阳 见大白影 十月初一 大势三军 那么胡广军府 方孔赵啊 总兵 左良玉 陈洪范这些人 都来拜见 拜见听命 左良玉呢 当时是言辞慷慨 这个人是有能言善论 所以说杨四昌啊 对这武夫非常欣赏 马上上书 纯真帝 准备专门让那左良玉 挂什么呢 挂贫贼将军印 就给他这种 特殊的荣宠 让左良玉挂贫贼将军印呢 一来可以以将至将 二来呢 就是买好 买人情 让左良玉呢 这个军头 日后能为自己卖命 左良玉呢 本来是个跋扈的军人 这个时候呢 得到的从真皇帝 从大内发给自己的 贫贼将军印 就跟打了枪心针一般 出奇的卖命 当时呢 本来杨四昌 让他把主力 集结在兴安 就是今天陕西的安康那地方 结果他不听命 他自己就集中生力军 从余渡直入四川 在太平玛瑙山 把张献忠打得大败 太平玛瑙山 就在今天四川 万元县境内 张献忠本人的家眷 七个人都被官军火捉了 张献忠这大贼头呢 一败再败 一个多月之后呢 他在逃跑途中 又遇到陕西官军 这个贺人龙率领的部队 他的左右这些人马 最终不敌官军啊 两千多人都投降了 仓皇之余 这位老张 只能是窜入深山老林 天天呢 就跟那大猴大猩猩一样 以采摘野果度日 没得别的吃啊 当时他身边呢 只有残足数百人 杨四昌呢 接到捷报 来了惊山了 他就死摧左良玉 一将盛勇追穷寇 接着把这个张献忠弄死 左良玉呢 本身就是汉将 自恃自己有志有功 根本就不听这个调遣 自己是高卧营帐 再也不肯派手下兵马 去穷搜那种山林命 杨四昌一看 左良玉不听自己呢 本身又心胸瞎斩 马上写信 给当时朝中的兵部尚书 陈新贾 建议呢 朝廷当时以陕西总兵贺人龙 代替左良玉 就挂那个贫贼将军印 这个印我们要知道 非常有威力 谁挂上这个印 就可以呢 总统驻步 什么意思呢 就平级的将官 也要听挂印人指挥 比如说左良玉是总兵 别人是这个贺人龙也是总兵 左良玉挂这个印 贺人龙听他指挥 如果贺人龙挂这个印 那左良玉呢 反而听他指挥了 从山皇帝呢 对杨四昌肯定是言听计从 马上下诏 诏准 杨四昌这个人呢 胸无主心骨 不久之后 他就觉得 临阵换将啊 是战争大计 又改变主意了 于是他又上报朝廷 教求皇帝呢 收回成命 由此一来 杨四昌 他也把两个人都得罪了 左良玉方面呢 就恨他有夺印之心 贺人龙方面呢 又恨他说话不算数 空放屁 如此之后 兵将和统帅啊 这些人之间是各怀二心 这些将领呢 都不再卖力去争搅 由此 大贼头张献忠呢 终于又得逃性命 他又跑到湖北一带 躲藏起来 从真十三年 连连大败的罗汝才 和张献忠的残兵 会合了 罗汝才啊 他的这个外号是曹操 两人商议之后呢 达成一致意见 觉得湖北这地方 官军云集 只会逃入四川 才有生路 杨四昌得知情报之后呢 马上发文 让四川方面那个方国安 率领了他的所部官军呢 对张献忠等人迎头痛击 张献忠罗汝才 这两股人马 当时也就是三四千 但是他们脚快啊 就先于方国安 他率领的明军 方国安还没赢过他们 人家已经渡过昌江了 而就在当时呢 守敬堡的川军 有五千多人 全部归缩在山顶 就望着这些人跑了 由此呢 张献忠罗汝才 率领的手下人马 从容入川 本来杨四昌就有计划 驱敌入川之后呢 他就认为蜀地郡山显赫 这些这个农民军被逼入到四川之后呢 可以陷到死地 谁料想张献忠罗汝才这个人 入川之后反而如鱼得水 而军事越来越盛 不久之后 四川好多城池是处处陷没 农民军的势头越来越猛 消息传到北京 从真皇帝下诏 川府邵杰春 包括那个陕西总东 这个郑从简 这两个人当替罪羊 一个被杀 一个被革职 在四川一带 烧杀截掠了小半年的张献忠 这些农民军呢 越来越趾高强 他们就在从真十四年年底 拖着数部官军 就转来转去 玩了好久之后呢 就准备再掉头 重新入湖广 明朝大将猛虎 在开县黄侯城 追赶这个张献忠 他求功心切 不顾手下当时这种 兵疲降舵 这样的这种情况吧 辉军猛攻 结果呢 官军大败 猛如虎的子侄 都在阵中献磨 都被农民军打死了 左良玉方面呢 他由于深恨杨四昌 他这个从前 要把他印夺走啊 他就不听命令 本来左良玉 应该就出湖北 然后呢 入四川 堵住贼军 但这个时候呢 他却指挥 他的部下军队呢 向陕西星岸方向开进 故意避开了张献忠 张献忠 所部军队就乘胜 出奎门 经乌山 重新回到湖北了 张献忠率领的 手下农民军 吉星军 一下就到达了襄阳 得知襄阳城内呢 明军守军人数很少 于是呢 他就惊显出 二十个骑兵 化装成官军的模样 手持着从明军处 角得的那个腹心 进入到襄阳 当年燕丽二月初四夜见 这二十人呢就在城内 首先持刀 把这个守门的士兵给砍杀了 然后是大呼喊杀 就开始这个杀人夺门 而先前呢 张献忠派人潜伏到城内 一百多号人 乘势而起 到处放火 襄阳城那一时之间 是火光冲天 城外农民军主力 就从当时洞开 根本没有任何人守卫的城门处呢 一拥而入 杨四昌先前苦心经营 号称铜墙铁壁的奸城 一夜之间就被张献忠攻陷了 襄阳城那 当时明朝的君子储备 堵如山脊 至此呢 全部成为张献忠战利品了 数千守军 仓促不及战 一时之间没办法 结甲投降 张献忠 就进入这个宏伟壮丽的襄阳王 王宫 坐在上面 派人 把当时已经下着软成一滩泥的 襄阳王朱一鸣 押到了堂上 然后呢 他还下堂来 亲自珍买一杯酒 宁笑着 就对这个湘王说 王爷 我实际上根本就不恨你 也不想杀你 我就想杀杨四昌 但这个人呢 现在远在属地 我一时杀他不得 现在呢 只能借您啊 向上人头一用 杨四昌 就会因为犯献番之罪 他就被杀 王爷 您走好 请禁言辞久 襄阳王呢 哆哆嗦嗦的 刚端过酒杯 刚一低头 想喝酒呢 张献忠就忽然抽出钢刀 猛挥之下 这位王爷是伸手欲出 然后呢 张献忠从兵士手中 接过火把 一下子应入到帷幕之中 一把大火 就把这壮丽的襄阳王府 烧成了白地 与此同时呢 张献忠又下令 把这个贵阳王 朱长法 以及襄阳府中 所有的男女眷属 全部杀掉 而后呢 又把襄阳王王府 所有的宫女 这个 全部抢入营中 就让这些女孩 变成营妓 连日连夜的 供他军中的那些士兵轮奸 开拔之前 张献忠要下令 对这些可怜的女孩呢 全部是杀而实之 更奇怪的是 他临走前 为了显示他的人意 张献忠呢 又把府库打开 放银十五万两 号称是瞻济鸡民 张献忠在襄阳一带 如此猖狂 烧杀抢猎 那另外一个农民军首领 那李自成在干什么呢 就在一个月前 李自成在河南啊 刚刚杀掉了 父王朱长荀 河南这个地方 我们想中原富有之乡 但是连年以来 一直是遭受灾害 加上明朝啊 有七个王藩 都丰于在河南 所以说土地高度集中 所以说长期以来 就河南的贫困老百姓 是非死即逃 但凡有力气 有胆识的人 就扯其造反 或者跟着别人造反 李自成刚刚进入河南的时候 手下才有一千左右的士兵 绝对是势单力薄 由于当时明朝官府 往横征暴敛 随着河南人民 就愤愤造反 几个月之内 李自成手下人马 就发展到数万人 于是呢 农民军就一举 把那易阳啊 永宁啊 掩师 灵宝 保风等地 都给攻克了 杀掉明朝的宗室 那万安王 包括各县的官员 数百人 也恰恰的这个时候呢 宋建策和牛英星 这两个知识分子 也进入这个 李自成农民军 牛英星呢 是犯法被贬述的 明朝举人出身 宋建策呢 是个江湖术士 这两个人呢 就深受李自成的重用 特别是宋建策 首宪十八子主神器 这样的这个称谣 让李自成呢 非常高兴 你看我姓李的该当皇上 至于我们上个世纪 流行一时的 姚雪元先生 写那个小说当中 极力渲染的 李自成那个手下 那个文人李延呢 历史上是没有这个真人的 姚雪元先生的小说 写李延 实际上是靠历史笔记当中的 这个矛盾重重 记载的那些文人 感觉混编而唱 是个文学人 李自成农民君 在河南一带 到处是功成略地 最大的目标 肯定就是洛阳的 福王朱长荀 这个人呢 是明神宗第三个儿子 也就是明神宗 跟这个宠妃 正贵妃生的 当时呢 他几乎把这个明光宗 那个太子之位给夺了 我们先前讲过明墨三岸 追根溯源都和这个福王 还有他妈大过关系 万历二十九年呢 明神宗就封这个爱子为福王 当时给他结婚的呼费 三十万金 在洛阳呢 又以超出一般王制 十倍的这样的花费 修盖壮丽的王府 当时呢 明朝的亿万钱财 都进入福王的王府 不仅如此 神宗皇帝呢 还给这宝贝儿子 一次性赐田四万多请 治国之后呢 福王这个人是横针暴脸 亲于小民 千方百计四处搜刮 绝对是坏事做绝 从真皇帝继位之后呢 这位福王因为是他们帝氏尊属 帝氏尊亲 对这个福王也是非常礼敬 这位福王朱禅循呢 是个大胖 体重高达三百多斤 天天就在王府之内畅饮美酒 然后搂着四处寻来那些妓女 那些女唱花天酒地 他这种做法如果从政治方面看 也算是韬光养晦吧 但是从明熙宗开始 到了从真年间陕西各地老百姓造反 河南当地连年汉皇大灾 当时老百姓都没办法 人民相识 都到了吃人的地步了 福王在当地依旧是不闻不问 依旧是横针暴脸 就连击北的阵迹的样子 他都不表示一下 四方眼镜 征兵的队伍路过洛阳 那些军士们就愤愤的高骂 洛阳赋于皇宫 神宗皇帝好天下之才 以肥福王 劝让我们现在空着肚子去打仗 命死贼首 何其不公 当时在洛阳的呢 有个退休在家的 明朝南京兵部尚书叫吕维奇的 多次进入王府就劝这福王 就说您即使是为您自己打算 也应该把这府库打开 拿出去钱财来镇计灾民 但这福王朱长循和他爹 名身宗一个呀 适财如命 根本就不听 从真十四年 就公元一六四一年春正月十九日 除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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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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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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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也是对 我们我们 感谢观看 他本来呢 安排驻将在城内稍事休息之后呢 转天到了白天的清锐一战 毕竟马上要绝粮了 这就等于背水一战 民军呢 当时只要能抱彼此之心 在和清军兵力相当的情况下呢 或许还能杀败清兵 恰恰就在这个时候 朝廷的兵部尚书陈欣甲 他派出他自己的这个一个心腹 也是个监军 叫张若琪的 从宁远发来一封急信 他呢就让洪生仇率领他手下的将领 先回到宁远 先解决吃饭的问题 吃饱之后 带上粮食之后 然后整兵回战 我们要知道 陈欣甲先前就是一直死催洪生仇出战 你看这么关键的结果眼 他又要这个洪生仇呢 撤军回到宁远 完完全全是瞎指挥 更要命的是什么呢 陈欣甲的一封信呢 你想当时等于是被所的 这个高级将领都看见了 由此呢就大大动摇了 松山城内啊 那些明军将领的那个心神 于是呢不少人 不少将领就不想冒险了 就要求啊率领本部 先回到宁远 先修整 修完整之后呢 带着足够的粮食 再回来解这个锦州之围 洪生仇呢 当时还是坚持己见 但是那些将领呢 议论纷纷 有没有办法 这些人不听指挥啊 洪生仇啊 只得他就是自己守松山 听任他手下驻将呢 分道突围 明军的大同总兵 王璞 率领手下人马先逃 其余各个总兵呢 趁着这个 趁黑趁乱吧 也是出城逃走 结果 这些明军就被严正以待的清军啊 在半路是迎头截杀 逃跑的明军呢 又全无斗志 因此一下就被这个清军杀伤无数 由于夜深呢 又看不见道路 不少明军在海边逃走的时候呢 正欲那个城巢 又淹死了好多 其中的明将啊 曹汴娇还非常英勇 这个趁着深夜 他率领手下 从汝丰山啊 直冲而下 冲荡轻盈数次 有一次呢 还奔入了这个 黄太极的玉营 几乎就把 当时这位清朝的帝王的性命给取得 可惜呢 当时是昏夜黑暗 曹汴娇本人呢 又中了剑了 无奈之余 他只能带着剑伤 逃回到嵩山城中 这场大战过后 嵩山姓山一带 到处都是明军的尸体 明军在这场 这个战斗当中 有六万多人被杀 只有三万残兵 逃回关内 大战过后呢 清兵在随后的三天内 又打扫战场 就继续搜杀 明军当时的残余在战场上的 那些残兵啊 绝对是誓死如归 基本上是没什么投降的 根据当时被黄太极当作人质的 带在他自己身边的 朝鲜世子回忆 汉人誓死如归 贤有契合者 他们拥和其将立于海中 身臂异弊 比将领不重剑 不失礼敬 死而后矣 汉兵出势极壮 用兵一骑 乃以无粮分兵出送 取此丧败 弃错是穷 清军取得大胜之后 在禁为杏山的同时呢 又把这个松山城 围成铁桶一般 当时呢明朝朝廷就下令 命令那个范志丸 代替洪城筹为祭辽总督 而先前逃出的吴三桂呢 又在宁远一带 召集了不少的这种 败王的残兵 短时间内不可能啊 重新组织啊 这个一支生力军来 所以说当时 明朝没办法 只得听凭啊 当时这个明军 在松山和锦州被围 松山城内呢 这个时候还有这个明军 一万多人 洪城筹和曹变交 王廷晨 包括辽东巡抚 邱敏阳 这几个人一块守城 他们在当地坚持了好几个月 一直坚持到转年 就从真十五年的正月 这个时候城内粮食就吃完了 渐进粮绝 但这个时候呢 没有任何明朝的援军到来 结果呢 2月28号这天 守城的松山副将夏成德 他暗中呢和这个清军约翔 突然之间就率兵 把洪城筹啊 那些高级将领啊 那些统帅都活捉了 然后呢开门献成 当时黄太极本人啊 已经回到沈阳 得到这个胜利的消息之后呢 马上下令 命令这个清军 将这个洪城筹 作为这个明军的统帅嘛 押解到沈阳 其余的明朝将领 包括曹变交啊 王庭晨啊 以及这个守城的那些官校 包括兵族 将近一万两千多人 全部就地处劫 而后呢 又派人把那松山城平毁 别人咱们先不讲 这曹变交啊 是明朝大将曹文赵的侄子 这个人骁勇过人 他在陕西等地 曾经的多次打败农民军 上百次 农民军只好听到曹变交的名字 绝对是文明丧胆 特别是先前南辕一战 曹变交率领手下明军攻杀 当时杀的这个农民军啊 尸骸相叠 李自成呢 锦和他手下七计遭免 杀的当时李自成大败 正是由于曹变交的英勇 东城仇呢 出任吉辽总督的时候 特意带他出官 至此呢 他竟然被这个夏成德 这个奸贼所执 最后遭到满清军队杀害 由此这个明朝呢 又失去一个栋梁 这样的一个大将 曹变交和王庭晨这两人呢 他们的官职是明朝的总兵 当时啊 还有求生的机会 清朝那些将领就表示 只要你们两个人剃头一服 归乡清朝 肯定能活 但这个两个人呢 当时就朗然高升 头可断 发不可剔 于是呢 他们就相继被杀 松山大战当中呢 这次败亡的 被杀的 这个明朝的将士啊 都是明朝边地 百战精兵 所以说这一战下来 得明朝这个军队当中最后的老底就赔掉了 松山这一师 锦州再也不忘了 3月8号这天 守锦州的明朝大将祖大寿 率领守长兵将 7000人也出降了 祖大寿这一次投降呢 绝对是真降 他就马上被送到沈阳 黄太极呢 对他还不错 并没有说翻脸杀他 咱们先前祖大寿 假降过一次呢 祖大寿没被插 但锦州的守兵就没那么好运了 除了祖大寿亲信部将数十人以外 被这个清兵绕过 那7000多明军士卒 都被当地处决 都被这个清军在当地斩首了 和这些明军同时被杀的呢 还有一支忠于明朝的 2000多蒙古士兵 这些蒙古人呢 都身材毁武 这个力气很大 他们呢 就被满清兵骗去 把他们的兵器给骗走了 然后呢 就说我要设宴招待你们 以后你归降我们大清 这些蒙古军人被运到城外之后呢 清军马上派出铁骑 把他们层层包围起来 然后就开始建设刀砍 这些蒙古兵呢 他再英勇 赤手攻拳 兵器已经被清军骗走了 等于是肯定是扛不过去的 最终呢 都格斗而死 明朝这个锦州城失守之后呢 塔山杏山这两个城 也相继落入了清军之首 因此明朝这个山海关以外的 八座兼城 如今呢 一半已经没了 祖大寿进入沈阳之后呢 在大清门外下跪请罪 向黄太极呢 表示自己罪该万死 这个时候呢 有先前投降的这个汉人降将啊 就进言 说祖大寿这个人反反复复 应该杀掉 黄太极呢 不知道让人 他就认为可以利用祖大寿 在日后呢 可以招降祖大寿的外甥吴三桂 于是呢 黄太极还对待祖大寿啊 依旧是代之以礼 而且对他说 你日后啊 一定要极力 这个侍奉我们大清 还真别说 祖大寿这一族的兄弟子质 日后呢 都成为满清英权 绝对是前驱效力 立功不少 祖大寿呢 还挺能活 他直到顺治十三年 他才病死 清朝当时呢 以一品官的这种礼节 就厚葬了他 还值得一提的是呢 最早 他这个祖大寿作为人质 留在清英 他那儿子祖可法 当然这也有一说 是他的义子了 这个人翻题亮掌 为满清忙活多年 也在祖大寿病死的同一年呢 这个人也病死了 就这个汉奸 他病死的时候呢 他的爵位是清朝的子爵 祖大寿 祖可法这两个父子呢 也是明清交叠之际啊 还出现了一个政治奇观 至于洪城朝这个人 他刚刚被俘的时候呢 确实是大骂不屈 只求宿死 所以说当时明廷啊 在北京还为这个洪城仇啊 设立祠堂来纪念他 以为他已经壮烈勋国了 结果洪城仇作为俘虏 入沈阳之后 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位崇祖皇帝啊 最信用的大臣 忽然之间腰膝一软 就决定投降 替发之后 这位洪城仇穿着满服 跪在崇正殿啊之外 向皇太极起罪求饶 皇太极呢 当时还不错 就表示对洪城仇啊 宽大处理 彼时而与我军交战 各位其主 朕起戒意 朕之大胜 实乃天意 朕恩养于你 上和天道 望你尽心图报即可 洪城仇听这皇太极这样一说 扣头不止 随即呢 他就被皇太极编入这个 湘皇旗汉军 但是洪城仇这个人 就在皇太极 一直活着的这些岁月当中呢 他和祖大寿呢 都没有受到重用 这两个人呢 等于就是高级软劲那样 反正也不让他们出门 但是呢 也不是把他们关到监狱 天天紧一御时 当时这皇太极呢 内心非常悲痛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最宠爱的 官居公陈飞 刚刚病死 这位女真爷们呢 你看死了这个美女之后呢 如丧考彼 先前他在松山大战之后呢 匆匆回到沈阳 目的就是为了 见这美人最后一面 所以他接见洪城仇啊 祖大寿啊 这一批降臣降降的时候 黄太极还沉浸在悲痛当中 不能自拔 刚刚死去那个美女陈飞呢 为这个黄太极啊 生过一个儿子 也就是黄太极的黄八子 可惜呢 那小孩两岁时候就病死了 重德六年九月十二日那天 黄太极当时正在松井前线 加紧指挥对明军的战斗了 还听到这个自己的美人 喜欢的这个陈飞 病重消息 他第二天就赶路 催马挥鞭 就望那个沈阳啊 骑马狂奔 到十七号那天 走到半楼 刚刚停马 闯口气 听到陈飞已经病危了 听到这个消息 黄太极就夜间赶路 纵马奔驰 进入沈阳之后呢 得知陈飞已经厌弃了 当时黄太极也 绝对是受到极大的刺激 数日之间水米不进 亲爹亲妈死都没这样 等于当时他这个悲痛了 就跟神经病一样 二十三号那天呢 又痛哭了一整天 还一口气喘不上来 就竟然就昏死过去了 在此之后呢 黄太极是美美触景生情 天天大哭不止 这位死去的陈飞呢 他妹妹啊 就是电视剧 康熙皇帝当中 那个孝庄文皇后 这个孝庄皇后呢 就是顺志帝的生母 康熙帝的祖母 死后他被追视为孝庄 所以电视剧当中 四清高阿女士演的 就是拍着自己胸部 说我孝庄怎么怎么样 那是不对的 因为当时他还没有这个嗜好 他还没死 这位孝庄后呢 还是黄太极的庄妃 这姐俩呢 和他们的姑姑 伯尔基特氏 这三个这个女人吧 都是这个科尔沁蒙古 她们是属于这个 也是蒙古族的一支 她们三个人虽然是孤侄 但是呢 又都是黄太极的夫人 不过呢 那个姑姑呢 是黄太极的大附近 也就是日后清朝所谓的孝端文皇后 科尔沁蒙古呢 在比较早的时候呢 就跟后金结盟了 他们原本的目的 就想和当时的后金一起啊 抗击查哈尔蒙古人 查哈尔蒙古人呢 曾经和这个明朝结盟 而且一直攻击科尔沁蒙古 黄太极这个人真是个情种 你看这么野蛮的一个满清皇帝 因私成病 他不久就病入光荒了 转年11月呢 他就病死了 如果我们看《青史稿》 当中就讲 黄太极呢 亲自进入红城筹的求是 解自己身上的雕球给他披上 耐心的对他温言劝详 实际上这种事儿 绝对子虚无有 这样的内容呢 是青史稿写作者抄袭 清朝的一个王爷叫昭莲的 他写过一本笔记 历史笔记 叫《笑听杂录》 是抄这本笔记中的内容 至于说什么 黄太极派他的装飞 色诱红城筹 完全都是青史演义 这些小说中瞎编的 没有任何历史根据 红城筹本人呢 在黄太极活着那段时间 连个正式的官职都没有 所以说他就根本没有时间 替当时这位清朝皇帝 出谋划策 日后呢 多尔滚重用红城筹 所以说作为清朝的祥臣走狗 他的作用呢 才在后来日益显现 黄太极在松锦大战 一举击破明军十多难人 即使依照我们现代人的心态 黄太极当时就应该问鼎中原 率领大军策马之躯 实际上还真不是 清军当时虽然大胜 黄太极呢 依旧是坚持想和明朝讲和 明清之间 包括先前的明朝和后晋之间 长久以来对义和最积极的呢 一直是这个后金 还包括后来的清 挪尔哈赤时代呢 就不用说了 你像小酋长刚刚得志 又得地又抢人 金银财宝好多 他就非常想过安慰日子 和这个大明朝交好 当时挪尔哈赤要求 只要你大明 从经济上给我好处 每年给我金银财宝和筹断 咱们之间呢 就能样格西兵 黄太极继位之后呢 他也一直保持这样的观点 松锦大胜之后呢 明朝呢 也派人来和黄太极接触 黄太极在当时 给朝鲜国王的信中呢 就这样讲 朕想今日我之帆福 不为不多 疆域不为不广 笔记请和 朕亦遇遇成和事 共享太平之福 祝王贝勒 获为明朝时势已衰 正义成此机会 功去北京 安用何为 但念征战不已 死伤必重 故有所不仁 纵蒙天眷 得成一统 是其有苍生之人 子子孙孙 宁有弑守不绝之礼 七大金 曾义一统 君安再再 黄太极当时讲这些话 实际上还是挺实在的 当然后来清朝 入统中原了 这个史书当中 把这个清太祖国 清太宗啊 描绘的雄才大略 都说他们就一直啊 就梦想着统一中原 这些都是事后诸葛亮的那种锦上添花 在当时1642年刚刚见面 十多万明朝精兵的这个黄太极 在当时绝没有入聚中原 统一天下的意思 对他来讲呢 辽东大帝 本来就是刚刚夺取的这么一大块地方 这么辽阔的一大块地方 足可为国 而他所说的那句 大金一层一统 金安再再 这个才真正显示出他的雄才大略 如果进入中原 统治了中原 女真人的历史和传统呢 他肯定会随着时间的流逝 全然消敏掉 凡事呢 都是福祸相依 日后满清还真问鼎中原了 虽然他也吸收了金疗灭亡的 不少历史经验 在汉化同时呢 他一直 这个好几个帝王 宣称一定要保持女真传统 最终的结果呢 不过是延长了满清的国奏而已 事实上的女真民族 基本上呢 已经成为历史的这个沉寂 从明朝那方面讲呢 作为天朝上国 自大的观点特别严重 特别是中明英王朝 他是因为前面 推翻了蒙元一族政权而定国的 民族意识啊 一直是这个明朝 国民教育当中最基本的原则 长期以来呢 朝野当中所有的大儒 还有那些证人 都极力反对和后金满清 这种所谓的犬羊的这种蛮蚁讲和 和这些人议和 就让这些这个世代夫 想到什么靖康齿啊 想到先前南宋 向这个元朝求和的那样的屈辱 先前的元冲焕 本来是出于权谋 和这个后金呢 假意进行和谈的这样的一种接触 结果就这一点 在他被杀的时候呢 也成为他的一大罪柄 和款勿国 所以呢 民庭上下 只要是一谈和 马上就谈和色变 和清朝议和 在当时的这个明朝朝廷当中 绝对是一个最为忌讳的话题 谁讲和意 谁就是卖国贼 但是呢 事情已经发展到如今这样的一个地步 屡屡大败 那么从真君臣 到底和清朝 讲不讲和呢 我们下集接着说 明朝太监 人数多 我们要知道 在我们中国古代 封建王朝 太监宦官 人数非常多的 几乎算是最多的吧 应该就是明朝了 明朝中期呢 有一次 这个朝廷计划 这个招了一千五百名太监 结果当时就有两万多人来报名应聘 那面对如此庞大的求职朝呢 最后朝廷只好扩招了 增加到四千五百人 你即使增加到四千五百人 最终呢 还有一万多人落选 落选这一万多人当中啊 我们要知道啊 那并不是说 选中之后 再入宫去阳戈 不少人呢 面试之前 他就做了精神手术了 那怎么办呢 落选之后没办了 这人基本上啊 就只能上街乞讨 或者是加入那些什么黑社会啊 进入黑帮 做小偷啊什么 就干那些下酒流的行业 你看 尽管这样 大伙就奇怪 为什么明朝有这么多人 忍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 选择去当太监呢 第一就是因为饥饿 我们要知道 在明朝啊 不少老百姓了 因为社会的动荡 根本天灾人祸 根本就吃胖饭 第二是因为明朝的户籍管理制度 特严格 好多农民 不是好多农民 是绝大部分农民 都被束缚在土地上 因此呢 老百姓想要出外闯荡 想要干一些这个挣钱的活 根本就没有可能 因此呢 当太监 就变成好多人的首选了 你想想 与其这一辈子 面朝黄土 被朝天 这个在地上这个刨石吃 饿肚子 还不如进宫当太监呢 所以说明朝太监人数呢 确实在历史上 基本上也是赫赫有名 最高峰的时候呢 有十万人 直到明朝灭亡 就在宫内挂号的太监 还有七万多人 有人呢 可能就觉得这数字太夸张 因为明朝的北京城啊 也就一百来万人左右 怎么会太监有这么多人呢 当然了 明朝的太监 不一定都在北京待着 比如说南京啊 包括地方上的王府啊 有些人是兼着皇差 在外工干 什么镇守太监了 兼军啊 兼税石啊 等等等等吧 包括这些大太监 下面有小患者 所以说人数凑起来 就有这么大的数字 再怎么说 你入宫当了患者 混得好呢 就成为大太监 这些人呢 也算是明朝中央政府的公务员 因此呢 他当时才有成千上万的人 打破脑袋 还也要挤进这个队伍 没一说中国史 下一集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之所以能够空着手把那英宗皇帝带回国 依仗的是什么呢 还是大明的国力和实力 到了明朝末年呢 形势就完全扭转 大明帝国在战场上节节败退 根本就不扛揍 这时候呢 大清觉得打累了 跟明朝说 你讲和吧 大明来精神了 拍拍衣服身上的尘土 又端出老大哥的样子 而就开始摆谱了 大明这一摆谱 人大清的拳头又硬了 而大明身后呢 还有一群更要面子的小弟 都在那儿起哄 说绝对我们不能讲和 如果讲和 面子往哪儿搁啊 那清国给咱们讲和 让他得给咱们磕一个 结果呢 人大清这位肌肉男 后起之秀啊 正立威呢 怎么可能乐意呢 而且大清背后那群小弟 也跟他说 千万别答应 他大明跟咱讲和 绝对是骗他 一什么和 咱们干就完了 结果大清又动手了 在和满清军队的松辽大战失败之后呢 明王朝内地的情势 也是一天警卫一天 那一年的年初呢 洛阳襄阳 就被农民军攻克了 福王湘王都被杀 辅臣呢 杨四昌也自杀了 前兵部尚书傅宗龙 当时他是任三边总督 也在战场上英勇战死 当年年底呢 开封又被大批的刘贼包围 所以说当时中原啊 是势如鼎沸 一切的一切 都让当时这个从真皇后 内心是无比胶着 作为一个皇帝呢 从真帝啊是一个自尊心虚荣心特别强的人 特别好面的 他当时呢 实际上很想和这个满清议和 哪外必先安内嘛 啊 这谁都清楚 这样呢 才能腾出手来 他把他内部的所谓流寇啊 一一剪除 如今呢 趁这个嵩山大败之际 先前一直有议和的兵部上升陈欣甲 这个时候呢 就让这个大学士卸生 就是告知皇帝 希望呢 朝廷能和这个满清方面议和 这个时候呢 从真皇帝大松一口气 你看 有大学士级别的这样的阁臣 出面主动向自己提出这个事儿 如此一来呢 日后这个和谈无论是成败 自己就可以不负责任了 都可以找出退步啊 进步的各种借口 于是呢 从真帝就要陈欣甲安排 派当时的职方郎中马少瑜 率领的一帮人马 作为使臣 出关 和黄太极议和 马少瑜率领的使团呢 也是明朝官方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正式的议和使团 当然了 当时明廷的架子摆的还挺大 赤叔当中呢 依旧是以天朝自居 还是把这个满清啊 当做这种翻蜀国来对待 黄太极接到这个赤叔之后呢 就非常不高兴 和明朝的使者呢 就展开周旋 明朝使者没办法啊 又派人回京 换那个赤叔 明朝的使臣来来往往 和这个黄太极啊 在这个言语啊 词语啊 赤叔的这个用词方面 一直纠缠 就在这期间呢 松山锦州什么 塔山杏山 这些奸臣呢 都已经落入倾国之手 由此呢 明朝在谈判桌上 他就等于是越来越被动 谈判的筹码越来越少了 所以呢 等到那马少渝啊 这一行这个明朝的使者 真正到达沈阳的时候 已经是从真十五年 阴历五月十四号了 那个时候呢 明朝的大臣大将 什么同城筹啊 祖大寿这些人 都已经成为清朝的阶下囚了 他们当时也在沈阳 对于这次明朝朝廷的 主动的正式的议和 黄太极呢 和不少满清贵族 他们都非常认同 非常重视 上蹿下跳 反对最欢的呢 反而是这个黄太极手下 那些汉人降官 比如张春仁啊 什么族和法这些人 他们就认定 明朝当时啊 是以合议为缓兵之计 于是就劝阻黄太极 千万不要轻易和明朝讲和 即使和明朝讲和 也要效仿前朝金国 最大限度的侵夺明朝的土地 最大程度上 勒索这个明朝的金银 对这个明朝啊 削之弱之 最后呢 根本目的肯定是王之 由此就可以见出 这些汉奸的大阴之心 比起他们的满洲主子来 那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黄太极呢 当时还真不这样想 他就认定自己应该啊 坚守以东北土地为国 而且呢 他还不惜居于明朝蜀国 这样的地位 只要这个大明天朝 每年能馈赠我 万两黄金 百万两白银 这就行 作为回报 黄太极当时就对明朝的使者说 我们清国呢 会每年上贡给大明 貂皮千张 人身千金 至于当时的明清国界 黄太极呢 就想以塔山为清朝的国界 以宁远双树铺中间的土岭 为明朝的国界 而且呢 还希望在连山一带呢 设立双方互逝的这种 集散地 就确肠吧 从这些条件方面看呢 黄太极是绝对没有十字大开口 明朝出这些钱呢 对于整个帝国来讲 也绰绰有余 基本上啊 就是等于先前 明朝赏赐给啊 当时各边地 那些蒙古人的树木 如今呢 那些蒙古部族 已经臣服满清了 明朝当时完全可以做顺水人情 把这笔相同的开支 等于就换了一个收价而已 明朝的使者 马绍瑜率领的使团 出关之后呢 为了表示对明朝使团的这种礼敬 那么这个明朝使者 马绍瑜这一行人 出关之时呢 满清对他们是隆重欢送 双方是厌隐极欢 马绍瑜这些人呢 走到宁远 就马上把和满清义和的详情 一武一十写下来 然后呢 密报人在北京的兵部尚书陈心甲 陈心甲呢 把这些文件仔仔细细 阅读之后 思虑重重 于是呢 就把他密报啊 放在作案之上 他自己随后就入书房 就写条陈 因为你给皇帝 写这个条陈 写这个奏书 一定要拟定一个大纲 仔仔细细的 想把自己的所有的 主要的关键的 这样的内容 你先一一的 列个这个 这样的一个大纲的 这样的东西 当时呢 那陈心甲有个家童特勤快 看到那封密报了 他就以为啊 是日常必须对外公布的 明朝的那种唐报 所以说这个家童呢 马上就送出去 让人拿出传钞 到处散发 这下不得了 党类就泄露了 明清之间讲和的进程 于是乎 明朝啊 那些阎官啊 还一片哗然 群情激愤 马上上书攻击陈心甲 就攻击他卖国 明朝的底报和唐报呢 都是明朝官方所办 底报呢 是首都朝内的正清大会总 记载皇帝的御旨啊 朝臣的奏译啊 唐报内容呢 多于地方军政大事 这种要文极录 一般来讲呢 是通过官方的异地系统 在京城这个衙门附属啊 这个宋帝 而后呢 发到四方的官署 从真帝呢 听到和满清义和的消息 已经泄露了 内心非常非常恼怒 当时他就认为 这是陈心甲故意泄露的 于是呢 在隐忍一段时间之后 从真帝也附和重义 下职 怯责陈心甲 当时这位陈心甲 如果真懂事的话 他就应该严加自责 把皇上啊 先从这个事儿当中撇清 他竟可以大包大揽 说和满清义和的这个责任 完全是我一个人 是我一个人的出的主意 我自己一个人负这个责任 如果他那样做 保命是肯定没问题的 此后呢 他可以辞职 或者呢 皇帝啊 可以把他去职 绝对可以回家悠悠山林 官职虽然保不了 脑袋肯定能保住 但陈心甲这些人也特较真 他就认为啊 这皇帝对自己面授极疑啊 我自己不可能 承受这个卖国之罪 郁闷之余 这位老臣呢 泱泱洒洒 又写了万言的书奏 隶诉自己有功 同时呢 在自己的书奏当中 还广演崇真帝 先前给他那赤裕当中的言辞 总而言之 就是极力表明 和满清义和 不是他自己的主意 是皇帝的主意 到最后呢 从真皇帝忍无可忍 你想他非常要面子啊 如今陈心甲 竟然把自己放到前面顶纲 他怒了 于是亲下欲止 认定陈心甲在任期间 四座边城实现 两个藩王被杀 河北山东七十二城 一直被这个清宾游吏 所有这些罪过作为兵部尚书 陈心甲呢 难逃其责 既然有这么多罪过 最后结局只有一个字 斩 崇真帝把陈心甲给杀了 自然而然呢 明清之间的合议 肯定是不了了之 至此呢 明朝也失去了 他集中力量 对付内患的唯一历史机会 所以说历史的黑色偶然性啊 就在这一刻 露出了他猙獰的笑脸 我们想一想 假如当时陈心甲那家童 懒一点 或者当时有点别的什么事干 即便是拉肚子也好 没把那份合议的密报 当唐报给发出去 我们今天的历史呢 可能完全就会另外一个样子 明清的历史呢 可能就会另外一个样子 实际上在明朝的大臣当中啊 一直有一些人 也是看清当时明清的形势 也一直想组合 只不过这些组合派呢 过于的势单力薄 最终呢 他们就没能影响到这个崇祯皇帝 他自己的决定 比如先前的杨四昌 他就是明朝大臣当中的为数不多的 对满清的组合派 作为文臣呢 杨四昌已经非常清晰的看清 当时明朝的局势 无论是兵力还是财力 已经是越来越弱 而且就在当时呢 明朝内部 所谓的家贼吧 李自成那些起义军 势力越来越大 明朝如果同时和这个些农民起义军啊 黄太极两线作战 那明朝啊 肯定是非常非常不利 所以呢 杨四昌当时就暗中建议重真帝 应该啊 先稳住黄太极 暂时把这个东北边疆的局势稳定住 然后集中优势力量 优势兵力 先把这个内部这个动乱解决掉 由此呢 为这个大明争取发展的时间和空间 同时呢 还能够节省没必要的一种军费开支 而就在当时呢 杨四昌这种想法 就被这个主战派卢相生那些人坚决反对 卢相生当时呢 把那农民军呢 打得仓皇而逃 感觉正好 因此他就言之作作 对重真帝就讲 奴求并不可怕 卢相生口中的奴求 就是指皇太极这些人 我们大明朝对他们呢 绝对可以积而亲之 恰巧就在当时 皇太极的这个满清主力军队呢 正好做了一次战略性的撤退 由此就是当时的从真皇帝呢 对这个明清局势呢 产生了一种错误的判断 就开始相信罗相生的话了 认为清军啊 根本就不足为据 最主要的 如果大明帝国和满清这样的蛮蚁一和 向他们缴纳遂臂 对于我们天朝来讲 那简直是起始大辱啊 因此呢 就在杨四昌活的时候 实际上从真帝呢 就失去了和满清一和的 这个一次机会 当时在杨四昌主持之下 明朝的辽东勋府方一早 在暗中和皇太极 已经开始有了接触 那么双方经过几个回合的试探呢 都互相表明了自己的诚意 但真正双方利益的细节呢 还都没谈到 结果 这种接触的消息传出之后 明朝的满朝大臣都炸锅了 杨四昌本人呢 还差点被口水淹死 对于明朝那些 特别看重一下之变的 大臣和言官们来讲 和满清的黄太极 进行合议 绝对难以接受 于是呢 那些人愤愤提交奏章 弹劾杨四昌 择斥了 他别有居心 所有这些人的言论呢 大多数都是站在 道德和党争的这种立场上 他们既无视明朝 这个当时严重的现实 也故意忽略 农庆年间 明朝和蒙古暗大汉 合议的这种历史 实际上明朝和这些 所谓的蛮蚁 是有过合议的 因此呢 这些人当时 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他们反对 明朝和满清的合议 但是呢 对于明朝 如何解决 当时两线作战的困境呢 却没有任何人提出 切实可行的计划 在那个时候呢 如果从真帝这个人 真能够千刚独断 果断地将和满清的 义和政策 继续执行下去 在东北边疆 能够争取出 几年的和平来 明帝国 未尝不能 获得一线生机 杨四昌这个人呢 说句实话 人品还才能都不行 他在后世呢 也常常被比拟做秦桧 但是 杨四昌在和黄太极 议和这个动议方面呢 实际上 他还真是不乏主见 不乏远见 明朝当时面对的是什么呢 内忧和外患 他肯定要做出选择的 必须先解决一方面的问题 再呢 接下来解决另一方面的困难 杨四昌呢 当时主和 而黄太极提出的义和条件呢 也相对合理 明朝并没有丧失主权 黄太极方面 甚至同意去地称韩 就把地号都去了 我还是称我的韩 而且呢 黄太极还允许明朝 把那碎壁改成辅延 完全等于就是大明帝国赐给满清的 这样的这种礼仪或者称呼吧 这样的义和条件呢 拿前朝宋朝来比拟 更像是禅渊之盟 而绝对不是后来那种绍兴和义 如今呢 一而再再而三 丧失和黄太极义和的机会 崇祯皇帝呢 实际上也把他自己的后路给弄绝了 崇祯皇帝正是由于他性格方面的缺陷 加上这个人呢 该断不断 对于文官集团一直是妥协 最终呢 落得他在眉山自尽的 这样的一种悲剧的结局 有人也可能说 黄太极他的终极理想 肯定是要推翻大明朝的 他要一统中原 所以说呢 黄太极当时提出义和 肯定就是缓兵之计 即便如此 崇祯皇帝拒绝义和呢 也依然是错误的 为什么呢 因为黄太极竟然是缓兵之计 而明朝方面的义和 又何尝不是缓兵之计呢 明朝和清朝 双方选择义和的时机呢 正是当时双方都感到疲惫不堪的 那样的一个时候 如果崇祯皇帝 他当时能够放下自己的脸面 选择义和 实际上他就有大把的时间呢 解决他的内部问题 休养生息之后 恐怕那个时候他再想入侵明朝 也并非义士了 更何况当时的黄太极 他和明朝义和 绝对是发自内心的想法和诉求 满清方面 从后金时代开始 经过多年的这个用兵征战 实际上他内部的经济 也陷入了严重的困难 当务之急 黄太极就想和明王朝 开展贸易通道 他绝对不是想一鼓作气的 把明朝给灭掉 如果我们看满清的历史就知道 当时的黄太极呢 还有一件比问鼎中原 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什么事情呢 就是要解决好清朝内部的矛盾 黄太极继位之初呢 国内的大权 他并没有完全掌握 当时的大贝勒 这个戴善 二贝勒 阿敏 三贝勒 蒙古尔泰 这三个呢 手中都掌握着重兵 甚至呢 在开始处理朝政的时候呢 黄太极都不得不和这三代贝勒 共同的朝南而坐 并不是单独坐在那 四个人一块坐 后来呢 为了夺揽大权 黄太极连续出招 把这个三代贝勒 等于都给打压下来 但这个时候 满清内部 依然存在着 当时遗留下来的种种矛盾 依旧存在着 反对他的那样的政治势力 因此呢 黄太极当时啊 肯定要把自己的内部全部搞定 然后再去想问鼎中原这样的计划 明朝末年的内忧外患 那些世代夫文人多以知兵自诩 但是呢 这些纯稳涛略 能成金子之姿 也成杀头之源 纸上谈兵呢 升官有时很快 但是呢 杀头也挺快 在这些文人世代夫当中呢 也是好坏参半 鲜鱼夹杂 什么熊廷碧啊 杨稿啊 袁冲焕 卢相生 孙川廷 杨四昌 熊文灿 红成仇 陈世奇 陈新甲等等吧 当时他们都是明朝一时的文人统帅 特别是从真帝一朝 由乡氏最后当到巡抚大员的多达十人 而类似这样的这种飞黄腾达 在从真皇帝之前的整个明朝期间 仅有三个人 所以说这种情况也算得上是时事造英雄吧 因此呢 对于当时的文人世代夫来讲 知兵论武 在当时明朝时事多奸的情况下呢 比走那个科举之路啊 确实要便捷的多 因此什么陈新甲 和腾交 宋一鹤 邱敏阳啊 刘可逊这些人 才能迅速的得到提升和重用 这些人呢 两三年间就能做到这个高官 如果走正常的途径 做到那种位置呢 往往在官场上要熬上二十年 明朝的文人士大夫 论兵之兵 这种高级玩票呢 只要在明末 这种乱世和衰世才会显得特别突出 当然了 比起南北朝时期 那些文人士大夫 所谓的荣府奖经 那样的现象呢 明末的一些文人士大夫 要更踏实一些 但可悲的是什么呢 就在热兵器呢 逐渐成为主流的明末时代 文人士大夫们 依然把这个韬略当作万能的药剂 最新于诸葛亮那种 帷幄算计之战 从根本上呢 他们忽略了武备和士气的重凹性 等于是本末倒置 依旧沉寂于那种雨上观金的 谭笑间像强弩灰烟烟灭的 那种梦意当中 这种传统儒学的陈旧意识 所导致的他们的虚焦习气 恰恰是他们大多数人下场悲催的主要原因 历史的机会呢 一而再 再而三的丧失 明朝呢 就不得不走向灭亡了 明朝太监 拜岳飞 明朝这个太监行业啊 特别喜欢这个拜岳飞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啊 岳飞绝对不是什么太监这行的老大 跟那些什么黎元行 拜李隆基那事儿 完全不是一码事 太监拜的呢 肯定是当着岳飞的精神 明朝我们知道 这太监行业还挺昌盛 他们的老大呢 被称为厂工 明朝初年啊 实际上明太祖朱元璋 最担心宦官和外戚干政 一方面呢 他严格禁止 外戚入朝当那种石棍 一方面就严禁啊 这个宦官干预朝政 而且呢 还有一铁牌立在宫中 内臣不得干预政事 犯者斩 但是呢 到了他儿子 明成祖朱棣开始呢 他就喜欢应用 重用这些太监 当时他为了夺取皇位 曾经勾结过的建文帝手下 就那些太监 因此呢 获得大量的有用的情报 一线情报 由此呢 朱棣呢 他对身边的太监就开始重用 他称帝之后呢 也重用 而且他身边当时有叫狗儿的太监 这个人冲锋陷阵 还是一员猛将 就为朱棣啊 夺取江山呢 也立下了不少功劳 至于那位七次下西洋的圣和 我们也知道啊 也是朱棣非常信用的这样的太监 朱棣信任太监 原意呢 是利用这些人 让这些太监 这些公共的效忠朝廷 为国效力 要知道 明朝那个时代呢 中义文化的气氛 非常浓 最浓的 当时最从敬的谁呢 肯定是岳飞了 京中报国嘛 明朝的舆论主导权呢 一度 完全掌握在那些得势的太监手里 当时呢 明朝两个大特别有名的组织 锦衣卫和东厂 东厂里面全是太监 而且呢 在太监眼里 那些反对他们那些文官呢 都是秦桧 好东西不多 而他们太监的忠心呢 他们就觉得啊 可以比这个岳飞木 朱棣呢 本意是希望那些太监们 那些公共们 忠君爱国 为国效力 于是呢 还亲笔提字 在那个太监们 待在那个地方 流芳百世 悬挂在哪呢 就悬挂在东厂的 大厅最上的 一大的匾额 既然皇帝和这些公共们 都一直认为 忠君爱国的代表人物 就是岳飞 于是呢 东厂太监 就把岳飞给供放起来了 当然了 这些公共 这些幻者啊 绝对不可能像岳飞那样 流芳百世 他们最后的下场呢 一般都是一臭万年 没说中国史 下一集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